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先读一段网友的聊天记录 是讲述一个诈骗案件的 提醒各位注意 这个事儿我打听清楚了 妈耶,太精彩了 比图里这个精彩多了 可以写小说了 先给你看下诈骗女的照片 然后我去电脑写 太长了 首先这事儿最开始发生在云井东方二期 这个诈骗女找一户房东 租了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大概400多平的大平层 胡歌同款 租价大概17万左右 诈骗女给自己包装的身份 是上海有很多房 租这里是因为离她某个产业近 价格无所谓 这里再普及一个关键信息 云井东方交房有一个黑盒子 里面有各种备用钥匙 电器的说明书 遥控器 乱七八糟的各种东西 可以理解为房子的智能中书 诈骗女说房租无所谓 我给你20万好了 但我有一个要求 就是这个黑盒子你得给我 不然我一个女孩子 要是这些在你这里 我不放心 房东觉得也能理解 而且一次性直接打了三个月房租供 60万给房东 很爽快 再加上知信美女人设 房东也没想什么 就把黑盒子给她了 然后骚操作就来了 诈骗女去云井东方三七 又去租了两套240平的公寓 也是同样的套路一价租 而且还把房东约到自己租的 二七的房子里已增加可信度 要求同样是要拿到黑盒子 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第二笔三个月的房租 也很爽快打到了二七 房东的账户上 期间 房东也去房子里看过 很干净整洁 觉得这确实是一个 很爱惜房子的好租客 这个时候 诈骗女跟房东说 要不干脆你开个价 我把你这个房子买了得了 房东本来也是想着边租边卖的 现在房子不好卖 开了一个亿的价格 两边谈判来回拉扯 这个诈骗女提了一个方案 说 要不这样 我出两千七百万现金 加上三七两个公寓 每个公寓市场价 大概在四千万 直接跟你置换这套房子好了 房东心想 小房子比大房子好出手呀 总家还赚了 就欣然同意了 诈骗女又提了一个要求 说 我可以把现金先打给你 那两个房子的黑盒子 也先给你 但你要先把房产证 放在我这 这段时间 你就别卖给其他人了 我忙完这段时间 我跟你去办手续 房东本人也在国外忙 没想太多 就把房产证先寄给他了 诈骗女的团伙 在外地某小城市 找了个有关系的公正处 做了一个程序 有瑕疵 非房东本人委托 但公正书 为真的委托售卖登记 委托诈骗女 售卖这个房子 趁着这段真空期 诈骗女把这个房子 卖给若干户人家 收了若干顶金 最骚的是 二期有一个富二代 有钱 但是没有买房资格 没结婚 诈骗女勾搭这个富二代 把人家迷得七婚八素的 这个富二代 跟诈骗女结了婚 然后打了七千七百万 给诈骗女 诈骗女把这个房子 过户给了富二代 这就是原土里 七千七百万的由来 目前算下来 加上定金和这七千七百万 总共诈骗了 差不多五个亿 到手之后 地下钱庄一转 人已经去国外了 这事怎么爆雷的呢 是二期元业主 收第三期房租时 联系不到诈骗女 回来小区 又进不去房子 找保安一查 发现房子 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现在在跟那个被骗婚的 富二代打官司 房子大概率是能要回来的 被骗婚的富二代最惨 房子大概率要没 钱也没了 还背了一身债务 主犯是00后美女 涉案有几个亿 豪车七 八台 价值几千万 名包就二十多 价值几千万 一跑到美国 名包也带走了 我已经收到她的助理咨询 这个主犯想带助理跑路 结果这个助理跑到泰国 觉得不对劲 就回来了 警察问她 你不是和老板跑了吗 怎么自己回来了 警察告诉这个助理 你也干了不少事 你心里有数 这个助理被警察叫过去问话 第二天就找我了咨询 还问我怎么收费 我报完假 他说回家考虑一下 我告诉他 把我电话告诉你父母 万一被抓 让你父母联系我 这个助理目前处于凌乱之中 他手里有他老板房子的钥匙 这个00后胆子可是真大 听他助理讲 他出门都是包机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这助理是脱不了干系了 00后已经不满足于整顿职场了 应该很快就会被弄回来 南哥把煮饭拿下 司机已经被抓了 听这个助理讲 帮煮饭转了几千万 直接变成五个亿了 主要都是三期订单的钱 我认识两个 一个1500 一个5800 小妞开着蓝博基尼 去所有中介放消息 还把中介领回二期豪宅里 谈订单 为了八卦 我还去了两次徐会兵将 我亲自拜访了两个受害者中介公司 还打听到海破练家经理老婆 抓进去了 钱吐出来 还要坐牢 老公中介费不用吐 老婆赚的一个多亿 差价要吐 老婆是云锦售楼处的高管 老婆姓朱 那是二期云锦一手销售的事吧 海破经理也是上海人 叫什么我忘了 饭桌上一群徐会兵将的人 八卦说得太快了 记不住 东航的一个判十四年 恋家经理老婆售楼处 一个三年 还在审 被判十四年的 是东航集团的高管 恋家经理老婆十三年 估计一群人分钱的 恋家经理分了一千多万中介费 茶水全退 中介费不用退 有个中介 前脚被纪尾放出来 后脚被金针带走 后来由于赚的中介费 没超过百分之三 放他走了 懂了 真是买到云井了 只是中间有茶水费 退茶水费 不退中介费 这个女人很厉害 听说从现在老公捞的钱 养钱老公 而且直到跑路 现老公才知道这些事 看日剧的氛围 欺诈师 这个女的 已经带着前老公 跑到美国去了 留下现老公 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可怜 听说是把租来的房子 一房四卖 被骗婚的富二代 一个人受伤的世界 达成 哈哈 反正富二代 这姐妹还算有良心 只骗有钱人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的 二十年前就有这种招数 南哥接的案件 都是奇葩类型的 道具升级到四人飞机 南哥牛逼啊 是为了骗现老公 才离婚的吗 出门都是包机 我接待的这个 是他的助理 也做过老板的包机 据这个助理讲 涉案不少于十人 南哥把助理收了吧 省得他再祸害别人 家家太高看我了 这个助理一直担心 老板抓不回来 他们这些助理 会不会重判 当替罪羊 办案机关没有抓 找我咨询的这个助理 估计是想让这助理 劝主犯回国自首 肯回来才怪了 也不一定 还要看国际形势 和中美关系 这个助理 还是他老板的心理咨询师 玩塔罗牌的 以后有机会 让他给陈局算一挂 让他先算算自己吧 我估计他天天在家算 看自己能不能躲过这一劫 以上就是聊天内容 如果谁家这么富有 一定要注意这种诈骗术啊 接下来讲个笑话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前 有一名男子高呼 全世界都在因为一个人而受苦 然后他被捕了 在审讯期间 他被问到 那人指谁 他说紫怜司机 然后他被释放了 在门口 他转身问警察 你以为是谁 最近有一件事 在中国的网络上火了 江苏一企业 悬赏推荐一百万 征集福州一执法队长 违法犯罪线索 当地监管局说 已介入调查 一百万悬赏公告 由于福州市 常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综合执法大队 大队长陈希 在办理江苏某公司 苏我司专利侵权纠纷 以及该公司投诉 我司产品质量不合格案件中 在明知我司产品 不存在质量问题 同时也完全符合 采购方合同约定的情况下 仍然无休止 无底线的瞎折腾 滥用职权 发出二十多份含件 骚扰于我司产品 沾边的单位 并对业主方 施工方 监力方等单位 展开超过五十次的调查 迅思舞弊 将我司的商业秘密 泄露给竞争对手 为促进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 献我司发出悬赏公告 向社会公开征集沉曦 在提任公职期间的滥用职权 迅思舞弊 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线索 若献人提供的线索 经我司转交给权威部门 查证属实 并导致陈希被司法机关 追究刑事责任的 我司将给予线人 一百万元人民币的经济资助 若该线索导致陈希被降级降职 开除公职等处分的 我司也将给予线人 不少于五万元人民币的经济资助 我司将为所有提供线索的线人保密 线人可将相关证据材料 发送至邮箱 原文 中国驻美使馆 多名中国留学生 自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 入境时 遭无端盘查 滋扰 并被注销签证 遣返回国 下面是网友的跟帖 一 直接改到莫斯科大学 二 缅甸生物工程学院 欢迎您 三 胡塞导弹学院 欢迎你 四 我觉得楼上都是好主意 五 平壤主体思想大学也不错 六 麻痹的 看不起 津巴布围经济学院是吗 七 同等对待 美国来中国的留学生 也必须接受盘问 八 加沙哈马斯特种作战学院 欢迎你 九 怎么 霍梅尼国际大学看不上 十 阿富汗清真学院 欢迎您 好吃的瓜 让人停不下来了 由于中国国内反日运动入了魔 根本停不下来了 有人说 现在看见这个圆红灯 心里就不舒服 能不能让派出所 约谈一下交警啊 改成红色五角星 这日本元素也太明显了 说的是交通信号灯 有红色圆形灯 还有人说 我在高铁上 看到热水机上 有一个圆形的按钮 也是红色的 必须彻查是谁决定安装的 一定是今日份子 还有人说 必须取消一切红灯 最后 是一个官二代的事 青岛的新晋富豪来了 李和和 1978年生于山东青岛 学历不凡 宾州大学毕业后 又拿了哈佛的MBA 现在 他可是北京规创科技 和四川正洁科技的大佬 身价过一了呢 他以前在Oracle工作过 28岁那年 大胆地放弃了在美国的工作 回国创业 他创立的99宿舍网 可是在全国高校里火得不行 后来 他又接连创立了好几家科技公司 商业头脑和创业精神 真是没得说 对了 他还是前外交部长李肇星的儿子 歌唱家颜维文的女婿呢 带着 他才能够散步